再來我們看一下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非監督室的學習 非監督室的學習跟剛才監督室的學習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我們的數據是沒有標籤的 數據來並沒有明顯的 告訴你這個數據是代表什麼意義 那個數據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在這樣的數據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些分群 做一些異常偵測這樣子的動作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K-Means 就是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例如說我現在有一群數據 這些數據我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區別 那我們怎麼樣去分群 首先我們在這個數據裡面 我們隨便找兩點 然後這兩點 我們可以依照這兩點把它切成兩個大的部分 就是把兩點連起來 然後求它發現 我們就把這個數據分成兩部分 那當然這第一次的兩點是隨機算的 所以我們把它切成兩部分的時候 我們看好像比例也不太平均 我們這個圖 我們不是用手畫的 不是用真正計算 所以說如果不是畫得很準的部分 請大家見諒 第二步呢 我們初步分成兩部分 第二步我們就把紅色的這個我們剛剛取的點移到現在這個紅色的所有數據的正中央 也就是它重心的部分 重心的位置 其實也就是它平均值中心值的位置 黃色也一樣 把所有的點加起來做平均 也就是取中心值 我們就把黃色移到那個點 移到那個點以後 我們再做一樣的動作 把這兩個點連成一條線 然後取它的法線 我們就又把這個數據 又分成新的兩組了 所以在這法線的左邊跟右邊 又各分成兩組 那分成這兩組以後呢 我們又要需要把這個紅色三角形 再移到現在的這一群紅色的數據的正中央 那我們經過計算 我們又把它移到這個紅色的正中央 黃色的部分我們也移到正中央 然後我們再同樣的方法 把這兩個點連成一線 然後再取它的法線 我們就可以又把這個數據分成新的兩組 那持續這樣分下去 以這個例子來講 目前已經把這個數據分成完整的兩組 那這兩組就是比較合理的分類方法 它們性質各方面就會比較趨近 那這樣子的做法 有時候可以 例如說我們到非洲去賣成衣好了 那我們並不知道非洲人的身材長得怎麼樣 那我們就可以找一堆的人 我們取它們的這個測量的這些身高體重 什麼腰圍這些數據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些數據 當然這些數據你不會做標籤 不會說是某某某它的身高多少 體重多少 這個 那你要做標籤也可以 但是我們這裡是不需要做標籤 我們就把所有數據丟進來 我們就把它分成幾類 例如說XXL 什麼小號大號中號 那這就是我們在這上面做K-Means可以辦得到的事情